本文编辑剧透社,Jackson早前,艺人周嘉宜与有人初步飞往秘鲁亚马逊丛林,体验了一次另类的旅行,说明是另类旅行了,当然不像度假入住高级酒店那么常见了。 周嘉宜透露这趟旅行了,他们一行人是入住在森林中,与大自然贴近,他表示,进入森林住了十多天,期间什么通讯设备都没开,要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人生,搞到我妈妈好担心我的行踪,小编已经能脑补想象这种与世隔绝的画面了,问到如何解决洗澡的问题。 周嘉宜笑未直接在河流洗澡,这种体验令他感到自己与大自然十分亲近,他笑颜,女生可以穿泳衣的,我们要用指定的椰子油来冲身,防止污染,男生就比较惨,因为他们是裸上身,而那些鱼仔竟然最喜欢咬乳头,我只是被咬腰,但已经好痛了。 1979年出生的周嘉宜,现年39岁,她入行超过20年,是TVB旗下活跃度较高的绿叶女演员,早在1996年,周嘉宜参加无限议员训练班加盟。 在TVB旗下,多年来,一直都是在剧中担任配角类的戏份,直到在TVB重头剧《火舞黄沙》中,饰演兔纯少女毛小琴一角后,才逐渐为人所认识。 后来,在2011年的剧集《花花世界花家节》中,周嘉宜首次饰演智障人士哈角角一角,演技备受肯定极关注。 周嘉宜增身演过多部TVB剧集,不知道哪一部是令,你最印象深刻呢?剧集包括《雪山飞狐》、《真情》、《行诗真机档案4》、《喜悦一路》、《创世纪》、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、《男亲女爱》、《驼枪师姐2》、《金庄四大才子》、《美味情人》、《飞女正传》、《风神榜》、《烈火雄心3》、《花花世界花家节》、《怒火街头》以及《公主驾道》等等。 不一一列举,直到2012年,周嘉宜转投HKTV旗下,并首次以女主角的身份主演剧集《导火新闻线》,在剧中她饰演芳宁一角备受观众关注,不过,仅仅在一年之后,周嘉宜又宣布约网离开HKTV并宣布转战内地发展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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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